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常驻上师 是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连月上师您好 佩君师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想要请教上师 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听到上师跟我们做的分享 了解到了这个纳洛巴祖师 其实是有非常高的智慧 他在学习佛法的过程 他已经明白到 他不是只是要这些佛法上面的 这些知识上面的理解而已 他一直要求法 要能够求出生死 对 那这个是比较 一般来讲是很难有这样的智慧 一般来说我们在人生里面 只要顺遂就好 我们求的就是顺遂而已 可是他没有 他历经了所有的磨难 他一定要能够超脱生死 那么请教上师 在生与死的之间 在连生活佛的开示里面 讲到生跟死的中间 这一段其实是假的 它是一场梦 它是梦幻泡影 可是它太真实了 使我们不能够明白 它怎么会是梦幻泡影呢 请教上师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明白 这一句话真正的道理 所谓的生死之间 不过是一场梦幻泡影 OK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智慧 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探讨 生跟死之间 为什么是一场梦幻泡影 生跟死之间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生命 如此的真实 如此的美妙 怎么会说是一场梦幻泡影呢 那么我们必须理解 在整个宇宙的法界里面 我们对于时间呢 是存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对时间呢 是有不同的体会的 在我们人间 我们认为我们活一百年 就叫长寿了 但是在天上界来看到我们人间 天上界 一日啊 这是我们人间的百年 到底他们的一天 对于我们活了一百年的我们 到底是真还是假 我们今天晚上睡觉 做了一个梦 那我们在梦中 我们不也是很真实吗 但是梦醒了之后 梦中的一切 是真还是假 所以呢 我们如果用更超脱的 更超越的眼光 来看待我们生命 所发生的一切过程 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去体会 梦幻泡影 我说的是慢慢的体会 慢慢的体会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我们的修 所以呢 我们在一切我们的修行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一位名师 所谓的名师不是有名的师父 而是明明白白 宇宙真理的我们生命的无上的恩师 第一个我们要拥有一位名师 那名师呢 给我们所传授的法 所给予的灌顶 所有的一切实修的经验 我们要去证明我们自己 愿意用我们的全生命 去求得我们生命无上的解脱 以及真正的真理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为了要自己证明自己 所有一切过程当中 所生起的一切 我们必须明明白白 是为什么 所以呢 我觉得师徒之间是很微妙的 你看纳洛巴祖师 跟地洛巴 这中间呢 是一种非常微妙和感人的关系 那么我们回观到现在的当下 连生活佛跟我们的生命之间 也是非常非常微妙的 连生活佛呢 是在所有的这种华人的世界里 将密教讲得非常清楚的 一位当代法王 也可以说我们今天要完全了解 密教的实修的口诀 无上的智慧 如果我们是华人的话 那么我们透过连生活佛 所有的法教传承 不用经过任何的翻译 我们能够真正的深深的明白 这在我们的心中 才会生起一种非常无上的珍惜 我说的是这一份心哦 那么再来呢 我们再看连生活佛 所有的一切跟传法跟灌顶 完全是随意随喜 但是连生活佛说 虽然我随意随喜 是因为我不重视世间的财富 我重的是内心真正的传授 所以他对他的弟子呢 他并不要求任何你实质上 给我的供养 但是他却自己用最真诚的内心的成就 真实的将这个法辱不断的灌顶与弟子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微妙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随意变成随便的话 那么我们也很难去得到真实的这种法流 因为我们的心是随便的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珍惜连生活佛的这一切 从内心流露出来的实修的一切 证悟的智慧 那么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珍惜 那么我们就生起那一份心呢 就是真实的禁师重法跟实修的心了 这就是供养 所以呢 师徒之间存在非常非常微妙的这种心跟心的一种关系跟距离 所以我们今天得要得到一个生命当中一个非常珍贵的法 必须从我们内心的世界升起对生死的了物 那么到底生死之间呢 是怎么样的一个梦幻套影 在这生死之间的梦幻套影如何的修呢 那么下个礼拜再为大家继续来分享 感谢林月相师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全新第二十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而且呢 我们这次还会加赠一本2016年的农民礼 你也可以同步的索取 也是一样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是林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是谢谢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大圆满九次第法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市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连月上师您好 佩军师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连月上师跟我们分享谈到了 要了悟生死 而且生死之间的这一段梦幻泡影 其实也应该要有所作为有所羞耻才能够超脱 可是应该要怎么做我们才能办到呢 请教上师 好的 所有的佛法都在教我们这一段 所有珍贵的真佛秘法 连生活佛所传授的修法的次第 不管是外法内法 无上密布 大圆满 都是在在的让我们在这一段生命的梦幻泡影当中 修出我们真实的成就 那么于是我们就要去思考 我们到底在修什么 那么我们要如何成就呢 那么在密教祖师莲华生大士 他传下了一部非常非常重要的法教 叫做西藏度王经 也就是整个中英文教的得度法 那么中英文教得度法 他可以说不仅是在死亡的当下 我们能够帮助往生者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大法 他所有一切的理去跟智慧 是可以说让我们明白 这是我们要如何修行的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大法 那么所谓的中英呢 就是讲我们的意念了 我们都知道中英就叫做灵魂 也叫做一生生 也就是我们意念所形成的一股能量场 因为我们生命的生跟死之间的这一段的所谓活着的过程当中 都活在我们的起心动念里面 所以这一部伟大尊贵的法教 如果我们明白什么是中英 什么是灵魂 什么是意念 那么我们对于这一世的修 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向了 那么也跟各位观众朋友 这个先预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中英文教得度法的灌顶 是一个非常无上大法的灌顶 但是在明年2016年2月28号 在台北的中正经年堂广场 联僧活佛将再转大幻化网金刚的无上法轮 并且要为所有的语会的大众灌顶 大幻化网文武百尊 以及中英文教得度法 两个非常殊胜 在密教当中可以说非常无上大法的灌顶 到底这两个法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怎么修呢 中英文教得度法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下个礼拜再为大家来做分享 感谢林月相师 节目的最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全新第二十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同时呢我们还欢迎大家索取2016年全新的农民力 也一样是免费的送给大家跟大家节缘 再一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连生活佛奖 大圆满九次第法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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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